我们去看事实,你会看见对的 你所见到的,不是进化论说越来越好 是圣经说越来越差 你所看到的,不是进化论说我们的同一个祖宗 而是圣经说的,不同祖宗是各从其类 对吗?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说 我见到的,跟我读的圣经是一样的 人永远是人,鱼永远是鱼 各从其类 羊永远是羊,福祉的羊还是羊 各从其类,猪永远是猪 各从其类,猴子永远是猴子 没有一次的例外 有人说有一些人生来有尾巴的 还没有见过啦 不过有一些生来多了一块油 多了一块皮,剪掉就没事啦 尾巴是有骨头,有神经,有血管的 会动的,对不对 没有人生过一条尾巴出来 所以那个不是真的 在肚子里头不是有经过那个鱼的阶段吗? 也不是真的 那个是人家骗我们的话 从第一个细胞,是人的细胞就是人的细胞 不会变成其他的 人生的一定是人,对不对? 刚才我告诉你那个说 他还不要系列书,因为他还要玩的就是这个啦 是的,各从其类是我们见到的事实 这是我的老大,他是第一个九岁考进大学那个 他生的孩子是不是人? 是喔?没有例外喔?对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看着圣经说各从其类 我见到事实也是各从其类 这是最容易见的一样 各从其类,圣经给我们的 所以你可以继续再去看 C菌永远是C菌 C菌不会变成其他东西 对不对? 你家里养的鱼永远是鱼 不会变成其他东西,是吗? 所以 很多人的问题说 那猴子为什么很像人呢? 你问同一句话 事实或是意见 猴子很像人是事实 但是为什么很像人呢? 是同一个事实的不同的意见 一个意见是说 因为我跟猴子是同祖宗 所以很像啦 另外一个意见也是那么好 是说什么? 我跟猴子同一个创造主 所以很像,对不对? 所以我跟猴子很像